小熊 這是吧 我是小熊 我是一個舞台服裝設計師 我平時做的事是舞台服裝設計 還有會做衣服 即是服裝製作 另外我是一個次首藝術家 其實舞台服裝是為一個劇目 一些角色去設計一些服裝 當你了解了劇目的角色特質或性格 你就會幫他想一些適合他的服裝 對於我來說 舞台服裝是可以提升一個角色的立體感 平時我會著重它的風格之外 另外一些布料或裝飾品 我都會比較用心去製作 如果用物料方面 其實要看每個劇目的背景是怎樣 如果那個劇目能盛載一些比較誇張 就會放一些特別的物料 例如貼石或有些豬片等 但如果它可以再浮誇一點 有時我會用一些很奇怪的物料 去放進去 可能你沒想過在街上找到的一些生活用品 都會放上衣服裏 有些劇目的娛樂性較高 主題性的東西比較特別 我會嘗試找不同的物料 放進去令事情更立體 更有趣 舞台服裝製作 因為我們用的物料很重要 譬如當我們做一些跳舞的演出 可能我們會用一些珍絲或輕薄的布料 令到裙子做出來之後 跟舞蹈者的動作會一起帶動 然後會有一些飄逸的感覺 像之前做完的表演一樣 就是小雪茄 Its Party Time 六週年不慶典 我的角色就是服裝形象設計 裡面的麗英第一套出場的衣服 我用了很多層很輕的布料 全部都是沙網 這六層的沙網 其實可以幫助它的跳躍動作 或者一些動作更加有動感 例如它們裡面有一個發達大計 就是彤彤和阿冰的衣服 他們之前有一個節目 介紹過他們自發清潔的衣服 我就用它的元素 到處看一看 找一些清潔的物料去做一件衣服 除了可愛、可愛之外 其實我是想做到 有一點高級的感覺 我就找了一些參考 把一些清潔的物料去拆解 看看可以怎樣營造到 一些奇怪一點的形狀 但也用到他們原本的元意 就是可能手套、毛巾 都放在上衣上 其實每個演員差不多 都有五至六套衣服 他們是不停地換衣服的 我就嘗試了在服裝上做手腳 希望可以讓他們用最短的時間 把整個衣服穿上身 其實在舞台上 除了我們換衣服很重要 但所有演員的配合 或者後台的配合都很重要 我小時候已經很喜歡製造 當時覺得是玩 但慢慢長大 接觸服裝這方面的東西 其實我已經知道 有一些很特別的技巧 是製造高級時裝 即Hooker Tool 那時候其實我很渴望 很想多了解這方面的東西 但又不太知道門路 演藝學院的畢業展的時候 我就嘗試把刺繡放在畢業展上 當那件衣服我正在製造的時候 我就發覺 原來我對刺繡的了解 其實是很淺 然後就開始搜索一些資料 發現原來法國是有得學的 然後我就藝然去了法國幾個月 學了她一個高級時裝專業證書 選擇了學習法式刺繡 因為法式刺繡是法國時裝 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我很喜歡一些傳統技藝 她的特色是每一針每一線 其實她都融入了在布上 就像她的一部分 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希望可以有機會製作一個展品 把法式刺繡的東西 放在一件衣服上 當我在法國生活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法國人 他們很喜歡用Mucha的作品 可以做一些宣傳的東西 我喜歡這個藝人很久了 她的畫風其實是比較多線條 或是女人是她的專門 當我學了刺繡之後 我就發覺她的畫作 應該很適合用法式刺繡去表達 我很想把自己喜歡的東西融合在一起 看看可否用她的畫作 然後用我的刺繡技巧 看看可否把它變成一個作品去呈現 這個想法在我學刺繡的時候 就開始衍生 現在在手上就想把一幅畫 去拆解不同的層面 然後用不同的法式刺繡技巧 去做一個作品 我現在做的作品 其實分了三層 第一層是線條 第二層是用布料 令它層次出一點 最底層是色塊 我將這三層合起來 令它平面但也有立體的感覺 我希望在未來幾年 我可以做到幾幅畫作 用刺繡的方法去表達 然後做一個小型的展覽